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德仁 认错也是一种影响力 认错也是一种影响力 有一个人名叫华伦 他是一名商业的艺术家 他开了一家设计公司 某一回有一位长期的合作伙伴 他心中对于别家的设计公司心有所属 于是对华伦原先所提出来的艺术设计的玩稿图吹毛求刺 他认定华伦的设计有失误 因此来找华伦谈话的时候 犹如是抓到他小辫子一般 就把华伦痛骂雷顿 华伦所设计的玩稿作品 更是被他批评的一无是处 当华伦默默默地听完了客户的怒声责备之后 他的反应很特别 他反导是很谦卑地说 先生 您说得对 我的失误不可原谅 尤其我为贵公司从事设计这么多年了 我竟然还不了解贵公司的需求 这真是让我感到很惭愧 我为我自己的错误而造成您的烦恼 我向你深深的致歉 原本是满怀敌意 心中另有所属的这位客户 听完了华伦的这番话之后 他弄了一下 他态度反而转换 然后说 没有关系了 其实这也只是小错误 华伦接着说 不 任何错误都很大 会叫人不舒服 我应该更谨慎一点才对 尤其您长期以来这么照顾我们 我一定要让你满意 所以我预备重新为你制作一次 当这个客户听完华伦的这番话之后 他很客气地说 不用那么麻烦了 您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毕竟是小错嘛 我亲爱的朋友 你听到了吗 当华伦面对客户的指责 并且接受客户的指教 他很理性 很柔和地认错的时候 这个认错竟然发挥了影响力 使得该客户的怒气全消 圣经说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因此在今天的绝妙启示录里 我要和您分享的是 认错 原来认错也是一种影响力 我亲爱的朋友 你拥有这种影响力吗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